OK 大家好 今天 今天是星期五 我们在这个facebook live 今天要跟大家说 分享就是我们已经说了 我已经说了非常多那个关于命 以及运 还有我们的业力福报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怎么去帮助我们人的命啊 怎么去帮助我们人的运啊 怎么去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福报 消减我们的业力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是怎么去帮助我们自己 得到我们 帮助我们自己得到我们想要 得到的好的运势 好的这个福气福报 所以今天 今天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帮忙分享出去 可以分享出去 那平时因为 我们有经常收到一些询问 很多的问就是想要自己的 运气转好 有一些的说法是 我想要我的命变好 但很少人会问 我怎么让我的福气福报 好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的今天这个话题 是 命运 versus 业力福报 往往我们会想 我们的命跟运 先好 先 很少人会去想 这个业力福报 怎么去 提升 怎么去调整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 应该命跟运 versus业力福报 应该是命跟运 是赢家了 但其实呢 今天要教大家三个方法 就是 怎么去帮助你的命 简单 简单 怎么去帮助你的运 然后又很简单 怎么去帮助你的 福气福报 所以一定要分享这个视频 想更多人都可以受益 如果更多人 可以听到了 如果对他们有点帮助 他们都 他们都会受益的话 那我们的福报呢 就无端端就提升了 所以分享这个视频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先来说命 要帮助一个人的命呢 首先需要一点 时间 这个是有一点 这个是有一点 时间才会看到的 要改变命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如果有做什么 一些事情能够给你在 一夜间 看到 直接不一样 那个应该不会长久的 那个肯定不会长久 我们先了解 第一 命 要改善 需要时间 通常一般我会说简单 希望大家先看一下自己的八字 这种我们说考察八字跟看流年运 就截然不同 因为要 看八字 你会 懂你的一生 应该要怎么去调整 怎么去看待 把某些位置 或者学八字 都是好 不一定学八字的朋友 就一定是要 变成一个命 你师父 很多学八字是真正去认识自己 我们说简单去看你的八字的时候 你理解后 你可以在这个 理解当中 去做对的一些事情来 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改善你的命 好 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 你先看八字 那如果我不要 看八字呢 也可以啊 我会希望在这边呢 要帮助你的命的话呢 大家可以每一天 每一天 记住一定是每一天 只有每一天要做到 你的命才会有变化 那么你每一天要做的 完成的事情 不可以大 大家要记住啊 要改变命呢 你每一天 你所做的一件事 每一天要做的一件事 一定要完成它 从小做起 我们说 你每一天如果做的每件事都可以完成的话 慢慢累积起来 是对一个人自己会有巨足的这个信心 然后你有很多的信心呢 这个信心会 扶持你 自身自己的正能量的那个 那个命盘 所以我非常非常 建议大家 怎么去调整 帮助你的命 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 做完一件事 把它做得好 那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 最小的开始 比如说 早上起床 我们把床 整理好 那你其实 早上的第1天的第1件事 你就是先把 我的 床 做好了 整理好了 你就完成了一件 非常好 非常对的一件事 所以到底 应该怎么样是小 怎么样是大 这个就有点 很难说 因为每个人的先天能力 条件都不一样 时间嘛 有些人 时间 巨足 他可以做更多的事 有一些人 时间很紧迫 天天就是跑来跑去 那我就会通常 一般建议就是 从最小样的东西 做起 先把 自己家 床 桌子 整理好 就把小样的事情做好了 我们才有机会 去做 更 大样的事情 像我们的人生中呢 自然慢慢就会看到有变化 这个变化对于命 是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你没有一个时间来去看待的话 那没有 没有可能 那第2种 经常人家会问的就是 怎么样转运 怎么让自己的运气呢 转好 那运气 运气这种东西要转好 其实会比较快 如果用命跟运来比的话呢 那要转运 会比来的快过 命 因为运是一种过程 就是说 我们想人生中有突破 我们要借这个运的力量 因为运呢 是让我们来闯关 就是说 怎么去达到 突破 下一个层次的突破 那有些人用运的 目的是因为他遇到很多障碍 借这个运的力量来 突破障碍 有些人借用运呢 来得到更好的 认识到更好的人 我们说交友广阔啊 生意啊 有一些是感情 有一些是需要说 要认识到对的人 这样我才可以有好的 另一半 这种都是运 所以运 他可以快 他也可以慢 这个就是跟着 当下 那个人 他自身的自己的情况 他做的事务 但在这边要简单教 怎么样转好运 只有一个方法 大家要注意的 你自己要注意的 就是你个人自己的神 气 还有色 神是什么 神神 我们的 五官有一个眼神 眼神也好 你的 肢体 语言也有一个神 这个神你带动的是什么 这个神的力量带动的是什么 你一上班 眼睛明亮 人家一看到 你有神 你有神的力量 神气的力量 那你上班 你这样 老板就知道了 你昨晚 应该睡不好 家有事情 还是不想上班 不想做了 这个叫做神 那气呢 气是我们说的人带动的气场 也是从五相 五官 我们的这个脸 能够体现出来的 气质 说话 说话是一种气质 你的 肢体语言 能带动那个气场 你的眼睛 你的 甚至你呼吸出来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 关注到 今天这个人 他 我们说体内比较热的时候 他出来的气会比较干燥 比较干燥 那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他的健康 那运气要好 我们就是说 神 那个神色要对 气色要对 神 气 然后色 色是什么 色就是我们的这个 五官 我们的脸 我们的血液循环 他一定要好 所以通常有时候 我们一般 可以的话 我们也 如果能力可以的话 照顾好自己的皮肤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皮肤啊 象征那个血色 血色不对的时候 换天 我们看那个人的脸 比较憔悴 我们知道好像生病了 这个叫血色 所以皮肤啊 照顾好一点 你的脸部皮肤 照顾的好 也象征那个人的富贵 应该也不错 也应该象征不错 那如果不错的话 招来的机会呢 也自然是比较 比较 比较好一点 认识到的人 接触到的啦 都会带动那个 我们说的人缘运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转运 最快的方法就是照顾自己的 神 气色 这个 非常重要 那么当然同时可以理解自己 一年里面的运程 比如说我们 尽量 我们经常就是说大家 去看流年运势 因为流年运你可以 知道你 今年 12个月 到底要怎么样 去看待 然后要怎么样去 小心的去应付 这样子呢会 了解你的运势 你又走向这个正确的 这个 这个理念 你会比较有多的这个正能量 然后多看多一点 要帮助运 要看多一点我们讲的这个 正能量的东西 不要去看太多负面能量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运 可是我们的行动 一直去 触碰 负面的东西 自然你的运也会比较偏 负面一点 所以好运呢 不仅仅是 要 照顾好你的神气色 肢体 你还要去看对的事 你还要做对的事 这个会帮助自己的运 那这些东西呢 都我觉得说 需要个人自己的努力付出 你努力付出 其实很简单 你就帮到你的运 那我们说 运气运气 人 也要去运动 多走动 不一定运动就是要去健身房 我们指的运动就是 有的时候走去外在 去接引地气 万物的灵气 去出一点汗 给你的丹田运动 这样都会象征你的气在运行 气运行 你的血色 也自然会好 当然水不够 也会造成你的 血色 会比较 落差一点 这些就是我们要去 去照顾 去观照 看自己 然后明白男女落 去补上来 所以照顾运气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一个 怎么简单去提升我们的福气 福报 大家好 吉祥如意 怎么去提升我们的福气 福报 最简单的方法来提升我们的福气 福报呢 就是 脸带笑容 脸带笑容 其实大家都可以提升你的福气 福报的 天天看到人 天天脸带笑容 好的人 坏的人 喜欢的 不喜欢的 多用脸带笑容去 看待 一进去公司 第一 脸带笑容 你先回到家 不要先脸臭臭 看到大家 不在 看回到家 第一 先脸带笑容 那有人 你可能不是回家 你可能在家内 有人回来 脸带笑容 只要脸带笑容 一定是一个 福帝 我们说福帝 那福帝 福人居嘛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脸带笑容 修福报 我们说福气要提升 我们要去修 要修福报 所以修福报呢 我们还给修 忍辱 这个最难 这个最难 修忍辱是相当难的 但是呢 我们 不可以因为他难 我们不去修 有的时候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们也要忍 有些人 无心中 说了一些 我们没做过的 我们也要忍 忍下去 这个就是修福报的最好方法 忍辱 忍辱 但最主要 我们说业力 我们不要提升业力 我们要修福报 我们不要提升业力 所以不要提升业力 the best way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说人家的恶话 不要去讲人家的不好 恶语 重伤他人 然后 提升福气福报 消除业障 其实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我可以教给大家 也就是来到我们皇财神宝殿 在那个佛塔 然后有转经轮 尽量的走 最少要走三圈 然后不是转经轮转三圈 而是你要绕那个塔 三圈 那你可以绕越多 一边静静的绕 一边持走 转经轮 我可以 guarantee 你立刻 增福报 立刻 消业障 所以我们已经带动了那个 佛塔来到了新加坡的皇财神宝殿 那希望说大家都有这个缘分 可以来到我们的佛堂 我们的这个佛塔 去绕佛塔 转经轮 这个可以为你 增福气 福报 消除很多的业力 只要你有空 你有时间 你心中有佛 随时都可以来 佛堂天天都开 但有关门的时间 周末四点就关了 这要注意点 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六点关 你不要八点来 来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殊胜 但最主要呢 我们 一定要明白 修福气福报后 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福报 掉 什么叫掉 就是不要去毁谤啦 说供养三宝是很好的一件事 所以每一年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供养三宝 我们的供养三宝又可以让大家有点灯啦 共金身啦 也有可以让你们可以供养上师啦 像我们来临的11月 我们要去这个尼泊尔 带学生去修行 你们也可以做这个 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供养上师 我们会帮大家去做供养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现在说做的比较快速一点 简单让你们可以修懂怎么样 三个方法帮助你的命 帮助你的运 还有帮助你的 补气福报 希望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学到一点点 如果你觉得说 这些可以帮助其他人 一定要帮忙 分享出去 然后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祝大家美好的一个周末 下线了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